大家好 歡迎回到Dark Souls 3 這次我們打這個Boss是Pontiff Sullivan 拿著雙劍 兩把很長的劍 一把火一把是魔法攻擊的 我又試了很多設定 最後決定不滾 拿著大盾在他旁邊轉圈 我現在拿著我最強的Black Iron Great Shield 之前有段片講過怎樣拿 如果你還沒拿的話就快回去拿 這個盾由於Stability很高 所以你擋的時候你不會損失很多體力 你見到我完全是放棄了鞋子 而且剛巧在這個角落頭裡 你被困住了他 他經常都打不到我 很棒 那如果你有玩過Souls這個系列 你會知道擋其實也不是這樣 這裡變成Face 2 就有另一隻東西出來 有一隻Phantom 那記得擋完之後 如果你上來的體力會不會快一點 就要放開擋鈕 其實這次是我第一次打到Face 2 不過我都挺順利 但是這個方法只要適合 如果你避力加得比較多 才能拿到大盾 才能拿到大盾 你被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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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他把體力招大到你 那如果他被困住了 那體力巴完全沒掉 你一擋完之後 就會有一個向後創的大眼神 這個時候呢 我會選擇不去覓 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選擇不去覓 她的龜波器和起攻都扣得多 她的影子和背村的攻擊幾乎一致 所以就擋了兩下才反擊 這個好像很厲害 不過她的龜波器 好,完成了 這個方法是容易借火 上網看鬼佬說 這個大佬都是數一數以難打 因為如果要滾,她的劍很長 而且她的攻擊很密 你滾得不夠看,也不能滾 如果你弄不成功,可以試試用我這個方法 打完她之後,她有一個靈魂 就可以製造這把Profane Great Sword 她的武器技就是 著火的星龍劍 這個是輕的攻擊 單手輕攻擊 單手草氣重攻擊 對,就會著火 這把武器是 我拿了這麼多把武器之中 唯一一版,不用魔法 又不用信仰的scaling 都可以用到的 著火的劍 不知道之後有沒有 會不會派上用場呢 那這裡是武器技 原來她按了武器技之後 採採,按輕攻擊是沒有用的 要按重攻擊 就會出這招 會升龍斬的東西 那記住,如果你 滾來滾去都不成功 可以嘗試拿個 大盾去對付她 就是這個 Black Iron Grey Shield 下次回來再和大家玩 Dark Souls 3 希望大家玩 叨人性 第幾步 第2阵 第2阵 第6阵 第6阵 第20一個 第6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